202 明報 與伯伯閒遼坡 蟹蜜秋 2015年7月27日健康 指08香港創作台灣找來大學生為長者設計 這鞭箱 香港之專設計學院旗下社會設計工作室總監理 殷徒 則認為 長者本身就是生活的專家 他們活了半輩子 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專家 例如如何營造舒適的居住環境 他們未必善於表達 可視確有這方面經驗可分享 工作室去年成立老徵 計會 至今早收了近400名老傑 會員 設計會定期舉辦創意工作坊 由老傑 會員與之專學院不同學系的設計學生共同參與 主題包括設計家居 煲袋 廚房 骨灰組專式 生命照 甚至一頓飯等等 以鐵近日常生活的題材鼓勵長者創作 傾填生命故事改造婆婆形象長者不單是設計受眾 亦有份參與過程 因爲你因其認為人人都是creative citizen 可參與設計 我們特別強調學生與長者的溝通與交流 甚至由長者主導對話 因我們相信他們的創造力 不想只當他們為測試產品的對象 設計會於年前策劃一個由如8長者及300名學生一同參加的生死殯眾計劃 其中一場關於生命照的工作坊 便由時裝設計系學生為長者設計形象 透過聊天了解長者的生命故事 從而構思適合的造型 例如有個愛看省師表演的婆婆 學生特別為她打造Lion Lady新形象 改頭換面後拍攝的一輯照片 教婆婆愛不適守 婆婆不止是無特兒 Lion Lady的故事根本就是源於她 婆婆的身形象與她自身故事有關連 感覺特別深刻 李恩其說 《月前舉行的退休人士及長者博覽》 社會設計工作室展示了部分學生作品 其中教著目的物抽 便是由設計系學生Sirily與伯伯交流下的創造 李同學請伯伯分享日常生活的難處 一聊便是整個下午 原來伯伯發明了方便自己穿鞋物的小工具 這啟發了李同學設計出這款可作鞋抽與蜜抽的輔助工具 李恩其說 參加展覽的長者反映輔助工具太重 或尺寸不合 同學稍後或會找該位伯伯給予意見 可視對我們來說產品並非最重要 學生與長者之間的溝通才是最寶貴 在生活中使用了一個成則 小工具有 false確的 同學 是手推薦的